这里是浅草寺 是来到东京观光必来的景点 那么可以看到在疫情过后 许多的旅客重新汇集到这边 也不乏有台湾人的脸孔 雷门外宛如是小型联合国 不再只有日本人 欧美旅客 南洋国家 南韩 以及台湾人的声音 回荡在空气中 他说他今天刚来的 那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啊 经过新冠疫情 浅草寺在旅客的心中 地位没有变 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国 那选择中东京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就比较近 然后小朋友 就也比较不会飞得太远 然后不会太累这样 就是差蛮多的 就是现在比较 没像之前那么多的路客这样过来 看似一样充斥拍照旅客的雷门 一样有着丰富伴手礼的商店街 一样有信众 祈福求千的浅草寺 实际上在这三年也出现了变化 这条是重建式商店街 也是日本最有历史的商店街之一 从雷门到宝藏门之间短短250公尺 全都靠观光客作为收入来源 原本有88间店 经过新冠疫情 有些因为生计受到影响 有些找不到接班人 十家店离开了 外国客进不来 高度倚赖他们消费的半首领商店街 自然就在海啸第一排 就算之后日本客回流 许多年轻旅客无法出国 反而首次造访前草寺 穿上和服在Instagram上打卡 让越来越多消费者涌入 但仍以饮食为主 对于双电街的帮助必不大 インバウンドで一番最初に火がついたのは やっぱり私は中国の方が日本に来て ものすごくいっぱい商品を買うとか 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スタート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今かなり復活はしてますけども やっぱり基本的に中国の方が まだまだそういうことでいらっしゃってない部分があるので これでそれだけ見たら 中国の方が復活して出始めた時が その時の最高のところに入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っていう風には考えてますけど だからやっぱり 7割ぐらいそこだけ見れば そういうことかなっていう風に思いますけどね 虽說剩下的三成消費力 还是要靠中国旅客補足 不过他们也知道 经过疫情之后 不能再只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有部分店面就开始把商品放上网路销售 除了重件事之外 被疫情影響的还有这里 現在商场大楼換装 UNIQLO近駐 还有寿司店等等 不过当地导游向記者透露 这里其实原本是集结日本全国各类伴手礼的卖场 設在浅草寺附近就是要瞄准观光客 可惜病毒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本来就不受欢迎 于是趁疫情重整 在四楼还有美食街 师傅俐落的在烤网上帮烤串翻面 不将鰻鱼对半切 直接将切断的鰻鱼插入竹串来烧烤 这就是他们的招牌餐点 另外还有重量级菜色 在社群网路打出知名度 大量的鰻鱼吹饭超扎实 还有厚片玉纸烧 再铺上一大片鰻鱼 总共一公斤重 前草横丁是个以饮食融合祭典 为创意概念的美食街 有各类美食 周末也有祭典舞蹈的演出 复设和服租借店 是为了迎接本国和外国客设立 新冠病毒改变观光景点经营形态 就连有千年历史的前草寺 也无法庆免 不过就像当地人说的 这里曾在二次世界大战被摧毁 这次病毒来袭 相信也能重新站起来 TBB的新闻网记者叶伟成 在日本东京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